大家好,我是查米 今天是2021年5月27号 我现在是在阳台上面 今天天气就是早晨,就是下雨 而且一天都是阴天 你看现在就是讲 多辣间就是又有一些蓝天白雨 好像乌云已经全部走了 今天就分享一下 我和米查2019年开车 从安省 就是搬家来哈利法克斯的经历 因为有很多网友问我 就是说他们也是从别国省里面 就是搬家来哈利法克斯 也是自己开车过来 所以今天我就来说说这个经历 两年以前的今天 我在安省到期的4S店 我就买了一部全新的minivan 这个就是国内说的MVP 就是商务车 因为我看中它 它是因为它是比较就是能装嘛 也能装货也能拉轮 所以说空间也很大 而且它的市场包有 包有率也是比较高的 是第一吧应该是 所以说当时它的直扣力度也很大 陆地价呢 我是三万块钱 就拿下了 当时我就是两年前的今天我就提车 提好车以后肯定是安省的牌照嘛 我们就用了几天时间去整理心理啊 搞这些东西啊 然后六月份六月初我们就起床 就来哈利法克斯从多伦多 总共是1800多公里 我们是用了二十八个小时还多少个小时吧 因为路上呢也是休息了 我们把这个车塞装的满满当当的 然后呢就是留下了两个铺位 就是两个能躺到睡觉的 在路上在高速公路路旁边呢 我们也休息过一次 当时呢就是讲我印象很深 就是已经温子特别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这个温子特别多 也休息不好 然后又往前开 往前开呢在这个公路旁边的这个普拉扎里面呢 也打了几个盾 这样开呢就是因为路很空广 越往外面走就越空广 然后呢沿着海岸线呢 风景也是蛮不错的 所以说开车的压力是不大 就这样到了哈利法克斯以后呢 我们我也就用暗闪的牌照呢 也就是用了可能三个多月吧 呃 搬家 然后去做专绣工啊 这些东西我都是开了这部车去的 在八月底的时候呢 就是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过了三个月零几天吧 应该是吧 我们就去把牌照把它换成了 诺布斯科学的牌照 换牌照其实很简单的 你就直接就去也不用预约 就直接就去NS省的这个测量管理所 呃把你的这个什么测诸证啊 这个测量的这个相关的证件 因为你买车的时候 这这这一些证件都丢在车上都都不会动的嘛 所以说直接就去把他这些东西的证件给他 呃很快 就是他就拿了抽屉里就拿出一块牌照 因为NS省是一块牌照嘛 就直接给你了 给你了 又把手续全部给你 你就开回家了 开回家了 我就把它换下来了 换下这个这两块牌照呢 你要去做个什么什么事情的 大家都知道在安省的这个 呃车量呢是要交费用的 一个是车牌的费用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第一有一个贴花 每年都是有一个180块钱多少钱的一个费用嘛 呃这个呢 你就要去安省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 去做个申请 然后上面有详细的这些东西 你把这个牌照呢就是寄回去给他 寄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我们等了是我们寄回去以后呢 就等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呢 他就寄分别寄了两张支票给他 一个是牌照的支票 然后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测量使用的支票 就这两分子 呃这两套支票就寄到 寄到我的信箱里面了 安省的这个剩余的这个钱呢 就退回给我们了 呃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你其实要去注意一个 就是讲他 NS省这个测量管理所给到你的这一 一堆资料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张纸条呢 你是要注意的 这张纸条它是通知你呢 90天内 你是需要去过 呃当地的呢 授权的这个 检测机关呢 去做一个测量的一个检测 呃 这种检测呢 其实呢 这边所有的 几乎是所有的啊 这个 修车店呢 都是可以去做的 过了几天以后 我们就去找了一家 找了一家以后呢 他就直接就跟我们做了 可能十多分钟 二十几分钟 就跟你搞好吧 搞好以后 他就会把一 有一张色蓝色的标签 给贴在你这个 千挡风玻璃这里 呃 花了可能几十块钱吧 而且呢 我此后呢 就是讲我在工厂下班的路上呢 他有一次警察查车呢 他就是查这个东西 他也查了我一次 他就把你挡下以后 他看了一下 千挡风玻璃上面 有没有这种 呃 车辆检测的这种标签 有的话他就放行 没有的话他就需要罚款 呃 就就就我开罚当给你 呃 我就这样也受了警察 一一次把他把我们挡下来 呃 我记得我以前视频中也分享过 就是查这个东西的 这样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手续 就是欢迎你带一部车过来 从自己驾驶 从陆陆到了恩爱四城呢 这个大概的一个经历 就是这样一个经历 就是很简单 安省的税率是13%嘛 这边是15%嘛 而我呢 当时去换这个恩爱四城的牌照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跟我收这2%的这个差价的 大概一个整个经历就是这样一个经历 很简单 而且也就是讲 也没有什么就是很难办的事情 都是自己能 嗯 都是自己能搞定的事情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来观看 谢谢大家 再见